还有的藤修啊 他就是那个前世跟基就挺好的 可能是在人间轮回的时间短 还是比较干净啊 然后他可能因为干净 他所以他吃的苦也少 所以他对这个就是这个脱离六道 这个好像就是还没有理解的特别深刻啊 只能处理心 然后就比较堪文 硬经的时候就不太不太用功吧 然后经常就是不太用功 师傅对这类的藤修能讲两句吗 不够精进是不是 对就是有的藤修真的是 真的是挺好的 就是根基挺好的 很简单了 你读书你学校里的同学 读书根基很好 功课不错的 但是他就是不用功 一样了 怎么觉得呀 你告诉我怎么解决啊 用功呀 必须用功呀 不用功最后考不出来 毕业不出去 谁吃亏了 那 那 喂 听到没呀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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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 哎呀 反正那师傅说话他敢敢听 我把这录音给他听吧 叫他好好听 很简单 你说一个 一个同学 根基很好 不好好努力读书 最后读不出书 没有学历 什么地方都不要 没有文化 对不对啊 他自己觉得他挺有力的 但是周围的人 他身边的人呢 就是知道他 其实一点都不努力 那很简单了 从他自身出发 从他自我的杠杆平衡 他来能够理解自己 那就是他自我的理解 自我的理解 并不代表 一种平衡量的理解 平衡量的理解 平衡量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大家的理解 平衡 跟所有的人 比起来 就叫平衡点 平衡量点 所以现在新的话 叫平衡量点 你必须要跟大家都 一样努力 你才算努力 并不是以你个人的 起点 起跑线 作为一个努力的标准 嗯 你的标准不一样啊 你努力的标准不一样啊 嗯 好的 我把这个录音给他听 谢谢师傅 开始